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年有大家 阿弥陀佛 好 请放长 那我们今天是 我们节下最后一个礼拜 有共修还有诵经 下午诵经 那这个出家人的节下安居 我们说设心专注 刻起取证 就好像一段时间 我们大家静下来 譬如说你今天礼拜天 你是只有半天或是一小时 出家人是比较久一点 譬如说几个月或是打期 闭关 那比较长 我们说为什么你要静下来 譬如说我们大家来共修 你来这边要静下来 你这一生当中 让我们的生命 有一个沉添 绝躁 清醒的一个机会 所以释迦牟尼佛在十二年当中 出家后 它沉到十二年当中 那时候还没有制很多戒 比丘戒250条 比丘尼348条戒 还没有制那么多戒 他只讲一个祭颂 我们今天就来讲这个祭颂 也是勉励大家 也是我们要把我们的心 清净我们的善业 增加我们的福报 成就圣道 他讲一个祭颂 他讲十二年当中 他只讲一个 善护于口言 致敬其致意 身莫作出恶 此三叶道尽 能得如是行 大先人道 我们说这个生口意的色修 简单的讲出善护于口言 就是我们讲话 嘴巴讲出言语 善护于 就是要善家护念 要保护你嘴巴讲出来的话 我们说嘴巴讲的话 不要二口两舌其余 妄语 不要打妄语 不要骂棒人家 尖双刻薄的话 或是太开玩笑 刺伤人家也不对 或是最不好的就是打妄语 说谎话 那你要把自己的心意 致敬其致意 我们的心中的意念 要把它清静 转化 那我们的身体不要去造 不要心里想怎么样 嘴巴先讲了 然后就准备要去做了 所以身末作诸 身体不要去造 杀到淫妄的事情 真的能够三叶清静 这就是大仙人道 大仙人道就是圣人 我们中国人讲仙人 其实大仙人就指 他是一件超凡入圣 我们说 这个身口意的色修 尤其是我们的口业 我们随喜功德 讲一句话就有功德了 我们讲好话 不一定要布施钱 不一定要做什么事情 你的心发出善良的语言 我们来念佛 我们来赞叹人家 我们来说好听的话 委婉的话 帮助人家的话 同情的话 安慰的话 都是善良的话 这样就有功德了 就能够增加福报 我们不管是出家在家 都是这样 我们能够来修世间的福报 出世间的福报 都是先从嘴巴开始 当然嘴巴能够动 是心在动 但是会发出嘴巴来 所以这个口业很重要 我们一开始修行 当然用第六意识再修 第六意识转变 我们说这个变成这个业力的时候 第六意识它的业力比较轻 第六意识并不是不会造业 我们心也会造业 心造的业其实是比身口还严重 但是一般凡夫还没有那么厉害 心的造业 譬如说你会禅定 禅定就是用第六意识 第六意识它用禅定用神通 它造业会更大 但是一般人还没有到这个地步 所以我们一般人造业 是用身口造业比较严重 但是你有练习了以后 反而到最后你的心的造业 也会很严重 所以你要了解 所以越厉害的人 他会用他的心念去造业 造善业 造恶业 我用我的心去造业 所以我们现在有些在研究这个心念 科学家研究心念 心念也会杀人 心念也会帮助人家 就像神通一样 咒术 咒术也会杀人 咒术就是用你的心念去杀人 去驱使贵神 就是去杀人 那我们凡夫一般是用身口 身口的造业 也就是说我们应该要射修我们的身口 这个口业尤其要射修 我来讲几个故事 很久没有讲故事了 这个呢 我们说这口业 会显现在我们的福报上 这在经典上讲啊 在罪圣佛顶 净除业障咒经里面他讲啊 有一个善助天子 这个善助天子呢 就是三十三天里面的一个天主 天子啊 就是一个天神啊 这个天神呢 有一天呢听到空中有声音 说七天以后 你的福报就没有了 你会堕入畜生道 当牛养猪马鸡鸭鱼狗啊 七种动物 再来下地狱 那还有一事你当人十岁 可是你瞎了眼睛 我们说天上的天神呢 他只要他的花啊 天神他有花 花泄了 叶下粗臭 就是他身体有臭味 天神不会有味道的 他都是香的 结果呢 身体臭味了 他有花来花枯萎了 他就是准备死掉了 或是他坐不住了 天神也有寿命的 就像我们人呢 我们要生病了 那可能重病就要往生了 天神也是这样 他没有什么重病 可是他只要看到他这个状况 他就是生病了 就是准备往生了 天神他要堕入的时候 结果空中有声音告诉他 他就吓到了 七天后你要死了 怎么办呢 这个天上跟这个阴间 讲话是最有信用的 不像我们人间 我们人间有时候讲话 不一定有信用 还会诈骗 不一定你讲的是真的 还是假的 天上跟阴间呢 那些讲的话呢 每一句都会实现的 他们那边不会讲假话的 所以这个 善助天子呢 就很惶恐了 就赶快去找这个第四天 第四天就是 我们不是摘天吗 第四天就是 玉皇大帝啊 天公啊 三十三天的天王啊 第四天也没办法啊 这时候恰好佛出世 佛已经成道了 赶快 现在还有一个办法 最后呢 赶快去求助呢 释迦牟尼佛 去呢 这个呢 拜见释迦牟尼佛 求哀悔过 看有没有办法呢 转变他的福报 这个呢 所以这个经呢 就开展出来了 佛呢 就告诉他 你为什么 有当天上的福报啊 你为什么会 在堕入出生道 地狱道 还有人间呢 这过去世的因缘是这样的 就是有过去世你是一个佛罗门 佛罗门呢 可是你家里后来很穷了 父亲死掉了 只剩下母亲跟你去乞丐 当乞丐乞讨 有一天呢 那母亲呢 去乞讨比较慢啊 这儿子呢 小孩子呢 这儿子呢 肚子饿了 饿的呢 很生气 怎么会那么晚才回来啊 结果母亲呢 很晚呢 起到饭菜呢 来给他吃 他又骂 说怎么那么慢啊 饿死了 就骂他母亲啊 骂他母亲七种动物 这母亲呢 知道这小孩子生气了 就安慰他 赶快吃饭啦 不要再骂了啦 他也不介意 那要吃饭的时候 恰好看到空中啊 有屁之佛 从天上飞过 欸 怎么有一个飞人啊 啊 是屁之佛 这是大神仙 这小孩子呢 就祈祷 祈祷啊 说啊 这个神仙赶快下来 接受我供养 欸 这个屁之佛在天上呢 飞过去的时候 听到这个小孩子在祈祷呢 欸 就下来 接受他饭菜的供养 他很恭敬 合掌啊 这个祈祷啊 欸 他把他呢 那个饭菜呢 他是乞丐啊 剩下的饭菜都给这个 屁之佛吃了 后来他又出家了 出家呢 修行呢 有一天在僧团里面呢 人家因为信徒供这个书友啊 供这个 这个供养物啊 分的是怎么样呢 结果就跟出家人来吵架 吵起来了 骂他们你破戒啊 你这个呢 瞎了眼睛 那结果呢 后来往生了以后 先当善助天子 就是你这一次 因为你呢 供养辟知佛 所以我们说 你造的善业哪一个 最大先成熟 你供养辟知佛 就供养圣人 辟知佛就是指圣人 我们说阿罗汉 辟知佛 菩萨佛 辟知佛 他是自己 自己悟道的 成为圣人了 你供养圣人 所以你先生到33天 当天子 你又合掌恭敬 所以你现在要死掉的时候 有这个呢 祝空神呢 预先告知你 你七天后要往生 你因为你骂你母亲 我们说世间最慈悲的 莫过于父母啊 最不孝顺的呢 莫过于忤逆父母师长 你对父母呢 恶口骂 骂他七种动物 所以你下一辈子 就堕入七种动物当中 那你呢 当出家人 又骂出家人 瞎了眼睛 所以你又要当人的时候 你也瞎了眼睛 这个善助天子呢 听呢 就非常痛哭流涕忏悔 所以佛在跟他的讲经 传他这个呢 拜灿啦 就是忏悔啦 传他咒助啦 才消除了这个恶业 那所以这个恶口啊 我们说 善互以口言 就是我们再怎么生气啊 怎么生气啊 或是跟人家吵架 或是跟人家辩论 再怎么生气你都不要用骂棒的话 你就按照道理讲啊 再怎么样生气都不要讲出那种很 不堪入耳的话 所以有时候我那个网络啊 我前两天也是呢 人家传给我说这个网络 你都没有 你都是没有真实性命啊 那你就乱骂一通 或是尖酸刻薄的话 就乱写一通 注意啊 有果报的 我们不要为了说 网络是虚拟的世界 有果报的 网络你也是写出来啊 写文字啊打字啊 也是有果报的 你看人家也学破了 破上网了 怎么样自杀啊 怎么样呢 杀人啊 你破上网了 人家学你的方法真的去自杀了 这么去杀人了 你传这个文章的人呢 你就会有果报 这就是你的心嘛 你现在讲出来的话 就是变成网络的文字 我们再讲第二个公案 自尽其自益 我刚才说你的心发出来的 也会有力量的哦 不要说你网络 这个在过去世里面呢 我们说本来你的心 应该不会结那么大的夜报 在以前呢 有一个大阿罗汉 叫做黎月阿罗汉 他出家成道了以后呢 度化很多弟子啊 成就阿罗汉国 他也神通广大 那他的弟子就到各地去了 结果他这个呢 然后法师呢 有一天在洗衣服啊 因为他的衣服 袈裟呢 褪色了 以前我们没有化学染色的时候呢 这个出家人的衣服 都要用这个树皮啊 去染色 去煮这个树皮 然后把这个布啊 放进去去染色 所谓木蓝色 就是 他会有点 红咖啡色的 现在因为有化学染料了 所以就不用再染色了 他要把白色的布 以前我们的布都是白色嘛 要染成各种各式样的颜色 出家人也是要染色 以前都是用天然染色 天然染色过一段时间 就会褪色了 褪色你还要再染 这时候他袈裟呢 已经褪色了 他就要去染色 就把袈裟呢 就组这个树皮要染色 这个我们去泰国啦 现在年轻人比较没有啦 以前我们是用墨枝啊 因为墨枝也是组出来 墨枝去染灰色的 那他在组这个树皮啊 染衣的时候呢 就看见呢 他组的这个袈裟 变成一张牛皮啊 那个树枝呢 变成是雪枝啊 通通变颜色了 这阿罗汉呢 他就静下来 这阿罗汉他就静下来 他说啊 人在世间 恶意起不得 口过犯不得 且看有夜报 就人在世间呢 你产生的恶意呢 恶劣的念头呢 不要随便生起来 你 用嘴巴在骂 或是在 毁谤人家呢 那犯不得 不可以犯这个口过 否则便有夜报 结果他在组加沙呢 变成都变成牛皮了以后呢 就有一个农夫呢 很生气的呢 就跑过来了 抓到了 抓到贼了 你看吧 你在煮我的牛 我的牛被你杀了 你这个出家人犯杀戒犯偷盗戒 把我的牛杀了 你看 你这一锅都是牛皮啊 我闻到这个牛肉的香味呢 他在煮他的家沙 他闻到的是牛肉的香味 你说这个夜报可不可怕 这个阿罗汉他知道啊 他就静静的 走 跟我去见国王 这国王就问他 你 你偷了牛 把人家杀了 是不是 这阿罗汉呢 就低头 也不回答 那你就默认了啦 那呢 判你十二年的监狱 就把他关十二年 关十二年 他在里面呢 他就打坐 然后呢 做得很好 结果呢 这个监狱里面呢 都干干净净的 然后那些犯人都被他感化了 十二年这样过了 他本来是要剃光头了 十二年监狱也没办法剃光头 就变成一个道人了 刘昌坝 结果他的弟子 十二年没有看到师父了 就觉得很奇怪 就想念师父了 他的弟子都是阿罗汉 就用天眼通一看 师父被国王关了 好多人就飞到国王王宫 找国王算账 说你怎么把我们师父关起来啦 我师父是圣人呢 他怎么会偷了你的牛 这国王不得了啦 赶快赶快去把他监狱呢 带出来 一带出来的时候呢 这个黎月阿罗汉啦 出了监狱以后要翻他了吗 就呢 他本来是长法啦 就虚法之弱 就献神通十八遍 身上出佛 身下出水 然后呢 那个飞天赴地呢 便献给国王看 表示他是圣人 那弟子就问师父啦 你怎么无缘无故会被关十二年 这个师父呢 这个老师父呢 他就笑笑 这是我的业报 因为我过去是 是一个农夫 有一天也是牛 走私了 我就追了 就找啊 找到山上去了 山上呢 看到一个山洞 住着一个辟子佛 也是辟子佛 这辟子佛在山中打坐 我就看呢 山上没有都 只剩下你一个人 我的牛不见了 一定是你偷的吧 他就很生气 他心里就在骂 他心里哦 注意哦 他如果直接 恶口骂这个 骂这个屁之佛 他就会下地狱了 他不是 他是心里呢 因为他刚才在修道呢 还有点静意啊 就不敢直接骂 你知道吗 就在那边呢 气泡泡的地儿 在心里呢 骂 你这个偷牛贼呢 一定是你偷的 可是我现在又看不到你 我不敢直接骂你 但是一定是你啊 十二个小时 他十二个小时 就是半天的时间呢 就是对着这个圣人啊 起这个恶的念头 就一直呢 瞪眼看他就是了 十二个小时 这个生气也生气得很久了 瞪眼睛也瞪那么久了 不得了 我因为生气瞪眼睛瞪的这个呢 设立佛 这个辟之佛 所以我呢 过了 过了多少年啊 加利息 我现在被关进十二年 十二小时换成十二年 念本待立 所以我们说恶意啊 恶的念头一直对一件事情呢 对这个人啊 对这件事情啊 一直生出恶念 也不可以 我们凡夫呢 你生出一个恶念 对这个人 那你他就以后就不跟你结 好颜色看了 所以我们说你要 我们要学会 清净善的念头 讲话也是要讲好的话 那讲好的话呢 也要会讲 这个善互以口言呢 我们说虽然是善良的话 你也要会讲 我们刚才讲 结下安居呢 那这个有一次啊 这一个人的主义呢 还说是善良的时候 这个人的主义呢 这个人的主义呢 释迦牟尼佛的生团 那怎么办呢 要脱波起始呢 没有人供养 因为本来国王说他要供养 老百姓就不敢供养了 因为说国王匆匆包了 老百姓怎么就不敢 说三个月都是来国王供养的 大家都不敢供养了 怎么办呢 这个圣人不可能得不到供养 但是这时候有一个在郊外 他不在城里 郊外就有一个养马的 养马的这个农夫 他一听到说 释迦牟尼佛没有人供养 那些阿罗汉有神通 就飞到北居如洲 就到其他的世界去取米饭来吃了 那没有神通就靠他们 那也不能这样子 你是在这个世界 你怎么跑到别的世界去拿饭菜呢 你不能常常这样啊 那没有神通的阿罗汉就吃不到啦 也不行啊 那所以啊 这个 这个 我们说佛啊 三个月吃马麦 就是这个养马的人 他说那没关系啊 我有一些麦 我就煮一煮 来供养大众师 那就好啦 大众师后来就吃这个马麦 吃三个月 就是吃不好啦 三个月过了以后 那个大兴供养 我们说呢 解下安居啦 供养众生 我们说余南盆会啊 穆建年尊者呢 要救母亲呢 他就要靠供养大众师的力量 来回向啊 来修呼报 来度他的母亲 就是因为解下安居的时候 那这个养马的人呢 他还有一个女众 也是帮忙主 供养这些大众师啊 接下安居结束了 佛就派这个阿难 说你去呢 安慰这个养马的人 谢谢他呢 三个月 带这么多 一些饭菜呢 来供养大众师 你问他有什么愿望 我们帮助回向 当助他达成 我们说我们诵经 祈福啊 修禅定啊 念佛 会回向呢 供养的人 阿难呢 就去 问这个养马的人 说你有什么愿望啊 佛啊 我们大众师会为你祈祷 你的愿望一定会成就 阿难不大会讲话 那时候不大会你知道吗 结果这养马的人呢 就说好 你告诉世尊 说我的愿望以后要当天王 我看人家呢以后当天神了 要当天王 要当国王 那帮忙煮饭菜的还有一个女的呢 她说那我就当 那个国王的皇后 皇妃 或是天王的 这个天后 阿难说那这样好 我就回去呢告诉世尊 告诉佛 这种事是好话嘛 回来呢 报告佛陀啊 佛陀呢 就 教训这个阿难 阿难 说阿难你怎么不会讲话 他要回向他的愿望 为什么他供养大众师 结果他的愿望只是要当国王 他的愿望只要当国王 国王的福报才多久啊 我们人世间你能够当国王 比如说你现在当总统啊 你能够当几年啊 你当国王你都当一二十年罢了吧 几十年罢了啊 你活到几岁 好不好 活到八十岁吧 你当国王 活到八十岁 你只有八十岁的福报而已啊 为什么让他那么少啊 你让他当天上的天王 天上的天王 几百年几千年罢了 为什么让他那么少 他的福报 我们应该让他增加福报 你为什么不教他说 你的愿望要当圣人 当阿罗汉 不生不灭 为什么你的愿望不让他说 他会要回向 他要成就菩萨道 他要成就乃至佛果菩提都可以 比如说我们讲好话 在佛门当中呢 我们是会教说你要讲呢 最究竟最好的福报给你 你看我们送法法经啊 或是我们回向的时候 我们都回向最高的 我要成就无上套 我要成就呢 断烦恼解脱生死 为什么要这样子 就是你要成就最高的 那最高的呢 那我们呢 还有呢 最基本的人天的果报 那就不用想的 一定会得到的 那所以阿罗就被教训了 所以从这边我们可以讲啊 这个口业我们回向 是讲好话 讲愿望 那我们呢 来呢 共修 我们来跟人家相处 就是世间法 跟人家相处 出世间法 我们来共修 我们的心意啊 我们的心意呢 都要往善的 而且我们讲话呢 发出来的话呢 你的愿望 你的回向呢 要往最好的 最高的 我们的福报跟智慧 才不会停留 所以 刚才我们回到第一个 那个善助天子啊 他天上的福报要堕落了 他当时供养 这个辟之佛的时候呢 就像安安这样 也说我们修的福报 他供养出家中嘛 供养出家中我们说呢 最大的福田呢 最大的福报 莫过于供养三宝 那你造的恶业就是 最大的恶业就是 忤逆师长父母啊 那你要造恶业也是一样啊 那所以我们供养三宝呢 最大的福田 你可以修得很大的福田 可是你的愿望 只是当仁天而已 你供养大众师 你供养大众师 你的愿望只是下一辈子比较好 这样不够好 所以供养三宝 在三本门中呢 我们修福报 开智慧 那我们呢 会得到很大的福报 我们说最大的福田 为什么叫三宝 叫福田 那接下安居呢 他呢 来供养三宝 他会得到很大的福报 因为这个是确实的 我们恭敬三宝 合掌礼拜恭敬 都可以得到福报 得到智慧 当然我们不是为了得到这个 而来修行的 我们不是为了得到这个 但是一定会得到这个 因为我们主要的目的是 我们要 清净我们的身口意 得正 误入这个无上道 我们最主要的 佛教的目的 最主要的目的是要 清净我们的身口意 然后呢 误入我们本来 一切众生都有佛性 误入这个佛性 开展我们的佛性 所以我们送法经啊 我们下午送法经啊 就是 你要直取呢 佛果补体 你要误入这个 佛的 这个境界 这个才是我们 这一生的最大的愿望 所以 这个佛呢 这个教导弟子呢 一开始就是 我们要把我们的身口意 把这个恶念 恶口 恶业 把它转化 变成我们的善的 善的口业 讲好话 善的心意 然后我们去造善的事 造善的事就是我们来 供修啦 来供养三宝啊 来呢 诵经啦 乃至来发愿 发愿往最高 最究竟的佛果菩提 这才是大先人道 这才是真正的 我们说善乎以口缘 至敬其至义 圣莫作诸 你不要再去造善了 能得如是行 我们的行为这样去做 你就可以正果 你就可以成就无上道了 是大先人道 所以啊 这个呢 今天我们就呢 以这个呢 祭送来跟大家一起勉励 希望大家 三夜能够清静 佛道早日圆忙 阿弥陀佛 茶几änd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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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